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中国古人则称人死后都会去阴间 那么阴间长什么样子?人死后会在阴间里一直待着吗? 至亲的人死后是否会在阴间相遇? 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这个秘密 在许多鬼片里我们都能看到人死亡后不是朋友来接送 就是亲人来接送 那么人死后会在阴间团聚吗? 在西汉时期 人们相信人死后 魂魄将分别去往泰山中的两座山 梁富和高里 于是有这样一句话在当时非常盛行 魂归梁富破道高里 在我们古代对于阴间的记载中 有黄泉路和孟婆汤 但其中还有一个高高的石台要跨过 那便是发出阵阵阴光的望香台 这个望香台是人死后与阳间亲人见面的地方 但不是真的见面 只是投胎前最后望一眼在世的亲人 根据记载 望香台是 拿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体恤众生不愿死亡 惦念家中的亲人的 真情实义 发怨而成 当死后的人 当走到了望香台 几乎就没有还魂的可能了 阳间的肉身 这个时候也差不多都到了黄金入柜装链的时候了 这个望香台的目的 是为了让已故的灵魂 能够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家乡 亲人 朋友 以及自己死亡的身躯 之后便走向转世之路 这个望香台目的是告诉世人 不要等到后悔莫及 才流下悔恨的眼泪 那么 活着的人 有可能去到阴间找亲人吗 在《收神记虎母班》中 记载了一则泰山奇文 泰山当地人 虎母班 受府君之托 把一封信 转交给亲女婿何伯 他送信回来后 见府君 府君要奖励他 正好 虎母班在地府遇见了 正在服苦役的父亲 孝顺之心 加上父亲的嘱托 他便恳请让他父亲 免除苦役 并作为当地的土地神 夫君架不住他的苦情 最后同意了 但 虎母班回去后 却发现他的儿子 一个个地死去 恐慌中 又到泰山 府君那里求助 府君招来他父亲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他父亲回去后 思念孙子 就把孙子们的灵魂 叫到他身边陪他了 最后 夫君免去了其父亲的神位 而虎母班 以后所生的儿子们 都安然无恙 但其实 这只是一个奇闻 对于活人 能去阴曹地府吗 这个问题 实际上 佛法中有提到 我们的活人肉身 去不了地狱 只有有修为的人 在坐禅的时候 保持内心清静 灵魂会脱离肉身 并在佛菩萨的保护下 才可以下到地狱中 修为足够高的人 去地狱是一种神智 俗称灵魂去的地狱 大活人是不能去到地狱的 什么才算是有修为的人 一般是指那些做事坦然 不杀 不偷 不淫 孝养父母 行善吉德 德行厚的人 一般在去世之前 有机会去阴曹地府去看一看 与活人过阴的过程 极为相似 但是 这只是德行修为高的人 能做到的事罢了 二 阴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活人所生存的空间叫做阳间 而死人的空间就被叫做阴间 在中国古神话和道教古籍中 有着大量关于阴曹地府 鬼魂的记载 虽然没有人见过 听起来又非常的玄幻 但科学家们用量子物理学 证明了人死后的真实世界 并且大量科学家认为灵魂的存在 比如爱因斯坦对鬼的解释 以及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雷蒙德·A.穆迪 曾研究过并记录下的人死后 49天的全过程 在上古神话中 也记录了阴间的样子 当人死后到达阴间 有13站要走 分别是 土地庙 黄泉路 望乡台 恶狗岭 金鸡山 野鬼村 迷魂殿 丰都城 十八层地狱 供养阁 鬼戒宝 莲花台 玩魂崖 另外还有石殿阎王 牛头马面等等 而在西方文化传说中 有的则是牛头人 人马 长脚有翅膀的恶鬼 堕落天使 惩罚恶人等等 这些都是上古时期 就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 至于真实场景 没有人拍到过 也没有一个人类看到过 难以解答 曾有一位过阴的人 去到过阴间 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 得知一二 其实 阴间和阳间一样有自己的秩序 有着和阳间一样的管理制度 有着自己的节假日 阴间的鬼魂也不都是穿着古装的 多以在阳间的宴气时 穿的衣服为主 但阴间的鬼差们 还都是有着自己的制服着装的 阴间有自己的话语 一般咱们普通的活着的人 是听不懂的 好比一个成语 鬼话连篇 人有人语 鬼自然有鬼话 阴间的世界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没有阳光 没有生机 雾蒙蒙的 一片死气沉沉 凡人无法摆脱轮回之苦 无法摆脱生老病死苦 爱恨离别痛 那么 能看到这篇文章 就算提前有个准备吧 免得到去的那一天 手忙脚乱的 其实阴间和阳间 一样有自己的秩序 有着和阳间一样的管理制度 有着自己的节假日 阴间的鬼魂 也不都是穿着古装的 多以在阳间的宴气时 穿的衣服为主 但阴间的鬼差们 还都有着自己的制服着装的 阴间有自己的话语 一般咱们普通的活人 是听不懂的 好比一个成语 鬼话连篇 人有人语 鬼自然有鬼话 阴间的世界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没有阳光 没有生机 雾蒙蒙的一片死气沉沉 三 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人死后便消失在阳间 有人认为他们在阴间 其实过着和阳间一样的生活 但值得好奇的是 阴间的人能看到阳间吗 来自一位通灵者向我们叙述了 在阴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清朝有一位法律界名人 一天 睡梦中他突然见到一个人 来找他有事相求 来者看上去非常谦卑有礼 他便答应了下来 又过了几天 出现在梦中的那个人再次出现 这次来是要接他去公堂 后来才知道 这个地方便是阴间的地府 从此之后 这位名人先生在午休和晚间睡梦中 都会去地府做民判 也就是阴间的法官 后来有人询问他后 整理出一本书来 记载阴间发生的一切 根据书中记载 法律界的名人在阴间 做过四五年时间的判官 主要负责华北五省人 死后十个月之内的案件 超过这个时间的就不归他管 当询问他为什么会去做阴间判官 在前几世的时候 曾经做过这个工作 在阴缘指引下 这事又做回了这份工作 根据他介绍 在阴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约束行为 只是根据案情本身便可以有判断 不需要过多的考虑 人的善与恶 可以通过看人头顶上的 红黄黑白光圈来判断 从这里就能知道 人的思想善恶 另外 人看不到鬼神 而鬼神可以看见人 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种种行为 鬼神都可以一目了然 其实在阴间的许多事情 和阳间是一样的 阴间有阴间的语言 有阴间应该遵守的制度 但根本来说 阴间的事情 信则有 不信则无 阳间的人看不到阴间发生一切 但就有上述 去阴间当差的人 向我们阐述经历的一切 阴间的人来到阳间 或许也有可能 或许也了解阳间发生的一切 这就没有证据证明了 2019年2月7日 一位男士咨询寺庙里的老师说 为啥我家里老的小的竟出事 一个劲的出事没完呢 我本人患了脑瘤 家里有得神经病的 有意外车祸的 还有重病 卧床不起的 就没个消停 你是做啥工作的 老师问 修路 主要承包国家公路工程 但凡做利民工程 建楼修路 偷工减料质量不好的 或者谎报多报工程款 敛财的 这样的后果都会很严重 很招灾 我是做的公路工程 之前接过一个国家的修路工程 等我交完工 拿到工程款后 没几年光景 家里就开始 接连不断地出事了 你这个家 就是败在修路 这个工程上 你是拿项目的 实际操作 是层层分包对吧 这工程交付完以后 最基层干活的工人 没有拿到钱 工人们的这股怨气 都累加到了你的头上 此外 工程质量不过关 几年后出现开裂 坍塌等问题 引起过路众人的重怒 这怨气太大 所以 遭灾最快 还有 多报工程款 敛财 这都是国家无数纳税人的钱 你欠了全国人民的账 这个结果也是很吓人的 再者 你这个钱没花到正地方去啊 我自己赚来的钱 还不想咋花就咋花呀 男士一脸疑惑地问 那你说说看 你的钱都是怎么花的 行吗 老师笑着说 我拿到钱后 先送孩子去国外留学 在国外买房置地 打算时机合适时 再移民 是啊 私利俱财 本身就是亏了良心的事 再把在国内赚的钱 花到国外去 支援别的国家 这样的行为 多不合适的呀 修桥铺路 本身是最积累功德 汇集万代的工作 但是你没有 功心立国立民 还没做到 研把质量官 只图私利 网赚纳税人的钱 这份债 足以压垮你自己 和后辈子孙 你又哪能不招灾呢 老师慈悲地说 我的天 这里还有这么多说道啊 男士惊讶地连连说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办法有 也不难 只拿你应得的那一份钱 其余的款项 一定想办法 以公义的形式捐出去 然后把功德回向给全国人民 不知道故事主人翁 是不是相信老师所说的一切 是不是按照老师知的招去做了 就不得而知了 老师说 世人是不懂啊 报应最快的工作之一 就是修路 特别是给国家修公路 因为事关千万个家庭 上亿万人呐 好好修 求质量 集大德 魅心修 损大德 殃及子孙 其次就是偷拿 毁坏离地的离子 或者其他农耕用具 为啥啊 民以实为天啊 天理不容呢 所以如果你信佛 一定要选择好自己的职业 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 每天都去造恶业 有些职业是佛法所不提倡的 如果你从事了违背因果的职业 就算你工作很努力 平时也经常行善积德 到头来也得不到半点福报 甚至还会招来恶果 信佛人不可以从事以下五个行业 会对佛不敬 甚至还会损耗自己的福报 一 与杀生相关的产业 与杀生相关的职业 如销售 狩猎 狗仔动物 如鸡鸭 羊猪等 销售杀虫剂 毒药等 危害众生生命 包括以肉食为主的餐厅 餐厅滥杀无辜 俗话说 没有生意就没有伤害 一切做生意的人 为了谋取暴力 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 大肆杀戮 杀生 丝毫没有仁慈之心 杀生伤害生命 其实都是为自己招来灾难的 不要只想着现在的利益 要知道 来之日的因果是不原谅人的 在所有余罪中 杀人罪 罪重 不在所有功德中 杀死第一名 以杀生为业 罪损因得福报 消耗人的寿命 带来很多疾病灾难 不是因果报应 只是时候未到 希望大家多吃素 忏悔 消除职业 消除旧职业 不要再创造新的灾难 二 盗窃等行业 人生在世 不管贫富 不能有偷盗的心 也不能有偷盗的行为 不问就拿走 盗窃 再好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 不要拿走 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不是福 而是货 不是你的东西 来了 最终要加倍偿还 得到不该得到的东西 就失去不该失去的东西 人要有敬畏之心 随时随地地 要像自己的道德底线 因果回报 影子一样跟随 第三 像邪恶淫乱这样的产业 人生修复要走正道 不要走歪路 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 特别是这里说的 与邪淫相关的所谓职业 只恶意传播淫秽信息 另外 还包括开一些不干净的酒吧 舞厅等 具体的人都知道 在这里不一一叙述 万恶淫为首 射字头上一把刀 伤人 为了利益 为了钱 不要失去做人最基本的原则 我们可以不给别人带来利益 但至少不会伤害人 不要让更多的人 因为你而失足伤害别人 四 欺诈 传销和其他有害产业 相信很多人 有在网上受骗的经历 一定很生气 自己辛苦挣来的钱 被别人花了两三句话骗走 其实 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忽悠人 入业 一定会有那个不好的结果 佛门上有一个叫做 拔舌头地狱的酒业任务 这是一项非常沉重的罪业 劝告想走捷径的人 走捷径也必须付出 更大的因果代价 五 烟酒等 蛊惑人心的行业 酒和烟都不是好事 不是伤害自己 而是多少人 因此家庭破裂和失败 人生再苦 也不要堕落 不要用酒精麻痹自己 发生了多少事故 灾难 与酒和烟有直接的间接联系 甚至有直接的凶手 最后 禅于想说 佛教只是反对佛弟子 以非法的手段 获取利益 佛陀在《幽婆塞戒经》 授戒品中说 若幽婆塞授戒乙 商姑贩卖 不输关税 盗契去者 使幽婆塞得失一罪 不起堕落 不敬有坐 作为学佛人来说 只要你的工作不违法 只要你在工作中 不做违背因果的事情 只要你认真工作 为众生服务 在工作中修行 就是对佛菩萨最大的尊敬 你所从事的行业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工作时的发心 只要你一心向善 诚信经营 用善心对待你的客户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是最好的修行 世人不信有因果 因果何曾饶过谁 听别人的故事 悟自己的人生 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行业 都要走正道 不要只看钱而迷失自我 即因得才能得到祝福 行善是人生最好的风水 千百年来 我国古代的仙者们 始终不懈地探索着生命的奥秘 许多修身养性之事 在性命双修 神行巨妙的境界中 不断地洞察生命的本源于真相 早在两千多年前 我们就发现了经络 这一客观存在 却又潜在于无形的系统 它起着传递和调节生命的能量 与信息的作用 它只存在于活生生的人体之内 因此 无论西医解剖学多么精细 也终究难以弄清其实质 可以这样说 在物质领域 西方现代科学是遥遥领先的 而生命领域 东方人则掌握非同寻常的奥秘 当现代科学真正弄清 气、经络、心藏神之类的概念时 将不得不叹服 我国古代仙者智慧至深邃 比如钟仪 源于修真养性之事 对于生命的深刻体验和领悟 经过千百年来无数人的验证 逐渐成为一门独特的 拥有完善理论体系的生命科学 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注重人体各系统之间 整体的协调与平衡 疗效显著 故能力千载而不衰 小时候 许多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妈妈 我是怎么生下来的 或者说 妈妈 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时母亲往往笑着说 你是从路边捡回来的 或者说 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那么 猴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于是 我们就会没完没了地问下去 我是谁 我从何而来 我将到何处去 这是整个人类无法回避 并苦苦思索了上千年的问题 为什么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问这个问题 我想 这是生命意识自我觉醒的一种本能反应 有人说 宗教源于迷信 而我说 宗教源于觉醒 如果说宗教是迷信 为什么不少科学家也会信仰宗教 如果说出家是失忆者的选择 为什么一些附身名人也纷纷加入其中 故前人有云 出家修行 乃艰苦卓绝之事 非大丈夫所不能为也 比如说 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死后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 你可以不加思索地说 没有灵魂 人死如灯灭 但是 世界上有许多顶级的学府和一流的科学家 却没有如此轻易地下结论 他们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长期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牛顿毕生研究科学 到了晚年却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继弗洛伊德之后的 又一位西方心理大家 荣格说 我一生的许多成就都得益于他 杜王经的启迪和帮助 大凡正统的宗教 无不是教人向善的 不杀生 保护动物 维持生态平衡 不淫欲 减少卖淫 婚卖恋 一夜情 不偷盗 减少贪污 盗窃 不妄语 讲诚信 不坑蒙拐骗 不酒肉 远离不良嗜好 戒焉酒毒 大多宗教都诠释了万法皈依之理 道法却进一步立正宣言了 一归何处之妙 因而 它既是一部本源科学 也是一部终极科学 它等待了我们上千年 超贤的科学探索 证明了灵魂的存在 超贤是目前最前沿的科学探索 贤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 自然界的基本单元不是电子 光子 中微子 和夸克之类的点状粒子 而是很小很小的线状的贤 贤的不同振动和运动就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 这种粒子一旦进入生物遗传基因 就形成了自我意识 构成生物体的所有元素 在生物圈中被循环利用 而灵魂超贤物质则永不湮灭 生命的奇妙之处 就是不但具有自我意识 而且还不断处于进化之中 生命的自我意识如此的强烈 只要躯体不死 灵魂便一辈子不离不弃 这证明 我们的灵魂超贤具有强大的稳定性 而稳定性源于强大的螺旋产生的抗力和向心力 以至于星球从延伸之前所经历的各种暴力的塌陷 何具变中得以安然无恙 否则宇宙的环境如此恶劣多变 经过漫长的四十亿年 我们的灵魂早就消灭了 所以有猜测 人类的灵魂或者宇宙中的超贤是永恒的 甚至比思维空间的年龄更长更遥远 人死后灵魂超贤肯定还在 并且是以超贤形式存在的 生物体死亡后 虽然超贤的意识暂时进入了休眠期 但一定会在寻找下一个术主 即精细胞和卵细胞结合后 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各种遗传特征 这种默契 连爱因斯坦和量子物理学家都无法解释 道教认为 生命具有能够脱离肉体独立存在的神识 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灵魂 但是灵魂是否真的存在 一直以来也是信者信其有 不信者为其无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雷蒙德·穆迪博士 在研究过150个宾死体验者的案例之后 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真相 尽管濒临体验发生的情境 以及经历该种体验的个人性格都有着巨大的差别 但需要肯定的是 在这些人濒临体验的陈述中 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 我们把它归纳为14条 1.自己看着自己的躯壳 发现自己站在了体外的某一处观察自己的躯壳 一个落水的男人回忆说 他自己脱离了身体 独自处在一个空间中 仿佛自己是一片羽毛 2.从未体验过的舒服 濒临体验的初期有一种平和安详 令人愉悦的感受 首先会感到疼痛 但是这种疼痛感一闪而过 随后会发觉自己悬浮在一个黑暗的维度中 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最舒服的感觉将它包围 3.听到奇怪的声音 在宾死或者死亡的时候 有奇怪的声音飘然而至 一位年轻女子说 她听到一种类似乐曲的调子 那是一种美妙的曲调 4.被拉入黑暗的空间 有人反映他们感到被突然拉入一个黑暗的空间 你会开始有所知觉 那就像一个没有空气的圆柱体 感觉上是一个过渡地带 一边是现实 一边是抑郁 5.听到自己的死讯 他们亲耳听到医生或者在场的其他人 明确宣告自己的死亡 他会感觉到生理的衰竭到达极限 6.你的话别人听不到 他们竭力想告诉他人自身所处的困境 但没有人听到他们的话 有一名女子说 我试着跟他们说话 但是没有人能听到 7.不停出入自己肉体 脱体状态下 对时间的感受消失了 有人回忆说 那段时间里 他曾不停地出入自己的肉体 8.感官从未如此灵敏 视觉听觉比之前更加灵敏 一个男子说 他从未看得如此清楚过 视力水平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增强 9.孤独无助 无法交流 在这之后 会出现强烈的孤立感和孤独感 一位男子说 他无论怎样努力 都无法和别人交流 所以我感到非常孤单 10.周围有他人陪伴 这时周围出现了别的人 这个人要么是来协助他们 安然过渡到王者之国 要么是来告诉他们 丧忠尚未敲响 得先回去再待一段时间 11.最后的时刻出现亮光 在宾死体验最后的时刻 会出现亮光 这道光具有某种人性 非常明确的人性 12.回望人生全程回顾 这个时候 当事人会对一生 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 当亲历者用时间短语 来描述它时 都是一幕接着一幕 按事情发生的时间 顺序移动的 甚至伴随着画面 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 都得以重新体验 13.被界线阻隔 在这时 人们遇到一道 可以被称作是边缘 或者界线之类的东西 阻隔你到某个地方去 关于它的形态 有多种描述 一滩水 一团烟雾 一扇门 一道旷野中的篱笆 或者是一条线 14.生命归来 如果有幸被救活了 在宾死体验 进行到某种程度后 人必须回来 在最开始的时候 许多人都想赶快 回到身体中去 但是 随着宾死体验的深入 他们开始排斥 回到原来的身体 如果遇上了光的存在 这种情绪 就更为强烈 随后 你就真的回来了 人是一种相当 依赖精神的生物 当人宾死时 一道微弱的白光 就可以让死亡 变得不那么可怕 人死的时候 整个一生 都将被重新评价 这种评价 完全不依赖于 你是否腰缠万贯 身份地位是否显赫 而仅仅取决于 在你一生里 与他人分享的爱 和温暖有多少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